大家好,又到了一日一波衫的时间了 不过其实应该改做一周一波衫 穿波衫的日数少了,虽然很热 不过有时下雨,怕摄一摄,的而且确少穿了 今天讲的波衫就是太阳队的一号 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到是哪个 其实就是第一个,日本的球员挑战NBA成功 他就是田来勇泰 其实田来勇泰很厉害,他都没有高灯那么高 米8都不够,是175cm 都成功挑战NBA 他从2004年成功被太阳队签了,不过其实他打了四场 太阳一号,之前就是Penny Hardaway 我其中一个最喜欢的球员 这件就是田来勇泰,他打了几场的太阳队的主场 但也有入球,算是为日本球员在NBA写下历史的一页 不过他之后都在日本其他地方都继续打 打到现在应该还有打 他那一年就成功挑战NBA 其实他在2003年都试过在达拉斯那里打球的 试试试试,然后又在丹佛那里都尝试打过 最后就在太阳道下了一脚,正式在NBA登场 之后他都剪接地在NBA不停试试 但始终都没有球队签的 试过快艇,都试过有兴趣,不过就是临开季那时就放弃了 在美国打多几年蓝球之后都回到日本 继续发展了,那这件球衣 就是2004年webord出的,我们叫fancy版,是烫字的 大家想想,我在哪里买到呢? 就是在日本球员,应该在沙田 一田的运动部那里买的,又在做特价 当然买了,日本球员在日本公司那里的NBA corner 自然买了,他是交代码,我一直都是买XL的 大家有看我的YouTube频道都知道我买48 或者是XL的,这件呢?如果fancy版呢? 其实他的肩膀的设计呢?是很阔的 因为太阔了,我觉得很噁心 我就拿去街市有些嘰嘰,帮我改扎 我记得一件好像几十元,整件球衣 最后的剪定就好看好多了 不过,你想一下,他这件其实是条边啊 他改扎都有一些功夫的 所以这件是,最后改完整个剪定 我觉得非常不错,非常不错 那我们看一下背面,你看一个球员的名字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印象 这件就是田乐勇泰,太阳队球衣的背面 看到有太阳队的logo,就印上去的 穿这件球衣,如果不看名字的话 很多人就觉得他是屎道达米亚 那,亚洲球员,田乐勇泰也是成功的一员 因为他用后卫的身份,成功挑战到NBA 啟发到更多华人球员,或者亚洲血统的球员去挑战NBA 最成功当然是姚明啦 如果说后卫群来说,当然就是林舒浩啦 都是可以在NBA叫做蜡烛 这件球衣我自己觉得非常OK啊 那,其实所有亚洲的球员,我都很想称的 譬如王智侄,达拉斯那件球衣 林舒浩当然有啦 我最自豪就是有他那件 他打勇士那件球衣 纽约那件都是必定要的 那,姚明我另外有一件都很特别的 那,下次有机会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 那,这件就是田乐勇泰太阳队主场的球衣 这条片就到这里 下次希望可以变回一日一球衣 或者三日一球衣啦 好啦,下条片再见,拜拜 你今天肯定币ched 是比你好